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学习一门新的课程 阿里用对象重处OSS 我是阿里用的背景讲师李兰柱 花明侦探 先看一下课程的目录 我们会分五个小节 第一小节会讲阿里用OSS的产品概要 大概OSS是做什么事情 有哪些功能 第二小节是OSS的一些相关的概念 它使用起来和普通的词盘 U盘是不一样的 有些专用的一些名词 第三个小节是OSS的基本操作 比如说我们如何创建Pocket 如何上传下载文件等等 第四小节是通过API和SDK 那么如何去操作我们的OSS里面的东西 上传文件下载文件 以及我们有哪些成功的案例 GSDK开发的一些工具 可以去下载直接去使用 第五小节是会讲到如何用OSS来托管一个精彩的网站 这是一个也非常实用的一个功能 先看产品概要 在重视讲解这个产品之前 先说一个影子 其实在物理重重的时代 其实过去五年之前 其实大部分的数据都存在物理的服务器上 左边这个盒子 它可以看到是一个极优的一个服务器 比较厚 里面插了很多的磁盘 那方也望去一看就插了有十几二十块的磁盘 这是一个磁盘的重处服务器 那么当这个数据量逐渐增大的时候 你会发现磁盘贵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但是扩容总是有上限的 一定会遇到无法扩容的时候 那数据不断的增长 除了这个数据本身以外 我们还考虑数据的备份 备份两份还觉得不安全 那么如何去考虑这个数据不断备份好 而且要控制它的如何不去盗取 它的安全性如何保障 然后同时要控制成本 不能太贵 这样的话就其实给IT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容量的不断去扩大 不断去浪费 那容量小的可能就不够用 很快要面临二次扩容 一般IT的管理或者CTO CIO对这个东西非常头疼 这是物理冲突时代的一个控扰 那么好在我们有OSS产品已经到来了 目前来说我们在容金算领域 比较在R01的比较好的这个重处 那就是叫对象重处 服务 OSS 它其实是主要替代就是传统的物理的重处方法 是通过RESTful API 然后去调用 其实真正使用的时候我们会有SDK 它的特点是容量和处理能力可以弹性扩展 用户只需要关心我开通了一个OSS服务 然后我就去按量付费去使用就好了 不需要关心它容量有多大 也不需要关心我的处理能力是不是足够 其实后台我们会极穷直接会自动的去调度 完成这些工作 比如说物理服务器 那么我们转向了OSS 重处以后会获得哪些好处 首先是海量 安全 高可靠和低成本 我不需要一些 比如说我今天我用了50G的 比如说照片我要重处 那如果我做一个创业项目来说 我要我要做一个电子相册 那我可能需要买5T 甚至50T的空间 先放在那里 预备我的业务要发展 那我现在我不需要了 我只需要先开通50G就好了 那我明天我再传一个G 变成51G 我只需要对我已用的空间去付费 就可以 不需要对很多我花额外的成本 去为将来的容量去买单 用户无需担心 重处容量和数据的安全 这个我们阿里勇 已经把底层的隔离都解决好了 就如同我们这些选择安全课程一样 三副本保留 然后异地的备份 这些都已经做好了 那么看一下它主要的功能是什么 我们知道它已经有很大的容量 可以弹性 那么它其实是 一个面向互联网的一个分布式的重处服务 可以通过API和Web 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任何应用都可以去上传下载数据 帮我们实现海量的数据重处和访问 实际上重处的这个难题 老头的问题呢 交给了OSS来解决 第一个就是弹性扩展 就是海量重处 我目前来说是 每个bucket可以充足两个PB的数据 其实非常大的一个空间 当然说bucket的数量可以扩展 如果需要的话 还可以去提交工单 扩展到更大 大家可以想象为 使空间没有限制 可以无限增长 大规模支持能够同时呢 很多用户去并发访问 大量让读写 都是完全OK的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用户 比如说有些网盘的客户 比如说淘宝的一些图片 其实都放在了OSS上 支持大规模用户的访问 图片处理 这些是OSS除充足以外的 另一个核心的功能 就是说图片如果放到OSS上的话呢 可以支持自动缩略 采解 随印 以及压缩和格式转换 大家可能是 发现我们同样上一个购物的网站 如果用PC机大屏幕去打开的话呢 会看图片会比较大 当用手机打开的时候呢 图片同样是能看到 但是是一个缩小版的一个图片 那如果用传统方法 我们怎么做呢 我开发人员需要把这个大头线 从服务器去下载到手机上 在手机上做一个压缩 对不起 那可以实现 但是会把性能降到很低 一次浪费了你的很多的流量 带宽费用 第二个是手机的CPU 一定会耗更多的电 或者耗更多的时间 才能把这个图片加缩完 如果图片特别多的话呢 可以手机会变得很慢 但是如果用OSS呢 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 你只要告诉OSS 我需要多大图片 长宽比例是多少 清晰度质量 然后OSS自动压缩完以后 把小图输出给手机 送件可以显示出来 这就是图片处理的一个好处 包括还有一些图片呢 会经常网上有些人去倒图 比如说我们的设计师 刚好设计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图片 放到网上去 网上上 那其他人看到比较好 那直接下载就使用 去倒图 特别是好多商品的图片 我们还请模特去拍一些 很多很漂亮的图片 比如说一个新款的服装 那这些图片如果变成道具的话呢 其实是一个公司的一个损失 那自动打水印的功能也是非常好 还有一些格式的转换等等 都是类似 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功能就是按需付费 然后呢 我去只需要关心 我已经使用的种族空间 网络流量和请求 次数是多少就可以了 我不需要去关心 我还剩余多少 我需要备多少的空间 来备份我的数据 将来怎么发展 用户都不需要考虑 这个通通用阿里用去负责就好了 那综合起来就是四个功能 弹性扩展 大规模图片处理和按需付费 这是四个非常核心的 主要的功能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 OSSE传统直接的服务器 重处的对比 有哪些优势 第一个是可用性 可能会更高 我们做到99.90可用性 这些服务器的话 它肯定需要有安装重启 包括升级 这些可用性都会降低 数据可靠性 这个比较高 我们可以做到 目前是9个9 9个9以上的安全 三重的备份 如果是自己接服务器的话 需要各种备份和同步 需要花更多的钱才能做到这一点 系统安全 比如说我们底层做的加密 借取防盗猎等等 安全防护的功能 当然还有防体DOS 自接服务器同样需要花额外的成本 网络资源也是非常关键的 我们用了BGP的多谢机房 保证了各地能够流畅的访问 没有带宽限制 如果是自己借的话 很难去 有这么多的资源去使用 一般是单线 有不同地域 访问的话速度会不同意 重处能力 只无限制 自接服务器 需要不断去扩容 文件处理能力也是 基本上是 没有数量的限制 可以无限多个 自接重处 由于操作系统的限制 那Windows令那种是 支持数量不等 但是终于一个上限 标红的都是非常核心的特色 比如说维护成本 那么OSS是无需维护 完全不需要用为人员 一个都不需要 因为它只要去开通使用就好了 不需要去关心后面的维护 那部署的话也是 我们积开机用 这些没有了 资源利用率 它是百分之百可以做到 用多少花多少钱 这个非常的明显了 这些后面的血迹房 采购服务器 招聘运为人员 这些功能的工作 全部可以省掉 好 这就是OSS的一个 大概的一个介绍 和功能的对比 好 冯孝节内容的全部结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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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